好吧 我们看看这个网友刚才已经有留言了 也有这种现场的发言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呢 就是现在这个中国驻俄罗斯的大使 现在的一番讲话 这个张汉辉啊 他的这番讲话呢 让这个已经成为这个民众口诛笔伐的一个焦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首先来从一个大面上来看看 中俄之间在这次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啊 这种关系非常微妙 而且呢前两天两天以前呢 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的通了电话的时候 我们感觉啊 我个人的感觉 我的分析呢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两国的关系 已经是相当的冷淡 习近平也有很多的不满 因为他说到了很多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那么这实际上就表明了对这种 俄罗斯方面这种应对 对中国态度 尤其是对中国态度 对中国的这个公民的态度呢 他肯定是不满的 那么看到他这个两国的这个元首啊 这个去年六月才刚刚决定 把两国关系提高为这个所谓最高级的啊 这个新时代啊 这个中俄全面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但是呢今年没想到年初就遭遇了这个新冠的这个疫情的影响 两国关系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不是一种微妙的变化 表面上啊 双方的就官方的相互力挺的啊 但是呢为了防止这个病例输入 我们可以啊应该说呢 这个记忆不远啊啊 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的做法是比美国啊 现在都说一说起来什么美国是最早怎么样的撤侨的 什么撤这种啊 这个关闭的 这是完全不是事实 实际上最开始最厉害的恰恰是俄罗斯 关闭这个边境啊 禁止这个中国公民进入 而且呢是把这个在境内的中国公民呢 是大量的这种应该说是非法的巨压 那么现在呢民间更传出这个俄罗斯的 现在又驱赶大批的这个非法的中国的这个移民 回国啊这让这个中国 这个中共呢是如临大敌啊 我们看到呢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之后呢 因为这个中俄拥有这个世界上第二场的陆路边境线 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呢 米书斯金呢随即就签署命令 从1月31号起呢关闭 这个中俄边境16个通关口岸 防止这个病毒呢 蔓延到俄罗斯 那么这种封锁这个边境的时间呢 比欧美国家要早得多啊 手段是更绝 而且让中中共的很受打击 那么到了4月份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疫情的逐渐缓和 但是俄罗斯现在又反转了 因为很多的也是从欧洲回来的 这个避疫的这个侨民的涌入啊 现在是这个疫情成天是迅速的在增加 那么所以说呢在现在呢 在俄罗斯留学经商的这个中国的民众呢 现在又开始往回跑 往中国跑 那么有这种传言啊 说有150万华人的分别从隋分河呀 黑河呀 浮远这三个口岸陆续回国啊 那么牡丹江呢 也会成为这次事件的一个重灾区 现在东北也已经是的确是告急了 那么但是呢 虽然这个人数是不太准 但是呢 这个中国驻俄的这个大使张汉辉呀 我就觉得他这种 是相当的一种愚蠢 他把这个话说的是如此的 这个让人听得不舒服 仅仅不舒服 而且是他关键的这种 他的这种维护的 所所站的这个 这个定位啊 他这种所站的这个视角 完全是站在俄罗斯一方的 让人感觉 而不是一个 中国驻俄罗斯的大使 对不对 应该是维护中国侨民的这个利益的 他还说呢 目前在俄罗斯境内 所有的中国人加在一起 不足15万 哪来的150万啊 得啊 就算这个数字是有问题 但是呢 然后他就接下来就说呢 这个谣造的太离谱了 关键是还有人呢 有些人还相信 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画风一转 他来了一个什么呢 说有个别中国人通过某种途径 闯关回到国内 造成病毒输入 他们为了逃避责任 声称是俄罗斯不让我们呆了 这种做法令人不耻 他说呢 吃着中俄合作的饭 砸了中俄关系的锅 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那么这完全是为俄罗斯方面驱赶 这个中国侨民这个 在进行开拖呀 而且我们是还有点 对啊 中国现在是全球要撤侨 全球撤侨 那么这是一个敞开的胸怀 那么就说大家 有病 即使是国内这个 在情况不管是好是坏 大家只要愿意回来 通通可以回来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中国方面这个 这位大使的这种说法 的确是让人非常的这种气愤 你到底维护的是谁的利益 你是维护俄罗斯官方的利益呢 是维护俄罗斯人的利益呢 还是维护这个中国侨民的这个利益呢 难道这个侨民有了病不能回来吗 这个完全说不过去啊 然后你就这个 这个 我们看到呢 现在呢 从这个俄罗斯返回 中国国内来避疫的这个 侨民呢 确实让中共很头疼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东北方面呢 也是如临大敌 但是这个某种程度上说呢 应该说这和这个 中共官方所宣称的所谓这种 应该说 此前呢 他是这种 害怕别人对自己封关 那么现在呢 中共方面是来了一个自我封关 就是与世隔绝 他是要避免所谓这个境外输入 这种病例 那么但是呢 很多呢 的确这种侨民啊 你不能苛求这个侨民有多么 这个明辩的这种 是非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这种消息 来源的这种渠道的 也是非常有限的 大家这种恐慌的心理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应该说是 侨民到了中国边境呢 应该 中共应该是应收尽收 这个时候才应该是应收尽收 收进来之后啊 进行适当的隔离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能不让人进来 那么现在呢 中国公民没有办法返回中国国内 那么因为两国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早都中断了空中交通 所以说呢 大批滞留俄罗斯的中国公民呢 是三月下旬就只好搭飞机 先从这个 这个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因为在那儿的这个中国的 这个民众多 飞到海生外 对 飞到这个海生外 所以这个Fla de Vostok 然后呢 又乘汽车到这个隋分河的边境 这个口岸入境 结果没想到啊 中国方面是下令 关闭所有口岸的入境 那么进自己的国家 excuse me 又进不去 退又没有退路 你说还让人活不活 所以说很多人说 国家见死不救 人家自个儿想办法回来 还让你不齿了 问问你的良心吧 大使先生 那么这个大使说了 你们要就地抗议 问题是俄罗斯人人不让你修理抗议 所以你这样一来呢 你就整个是把这些中国民众 整个是相当于成为一个弃儿了嘛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是 的确今天是列为第二题 我觉得的确让人感觉到 非常的这种 这 无语 一种无语 就是愚蠢的 作为一个副部级的 应该说 俄罗斯大使一个副部级的一个官员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我都认为这个 真是 不仅是脑子进水的问题 这完全是一个 就卖国的行为 应该说是出卖民众的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说呢 我们有这个网友现在留言说 这个汉奸中国大使张汉辉 的确没错 这完全就是 这才是真正的汉奸 那么 陈先生您怎么看 请说点评 我想这个是一个 没有先 我说其他国家 我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看见是一个 阻挡自己的国家的国民 侨民 回到自己国家 我们看见这个大际疫情发生之后 所有的国家 都在撤侨 太差 太破坏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事项对自己国家的公民 对自己国家的海外的侨民 心心疯堵 不要他回国 而且再说他在其他国家 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 驱破 要他们 要到中国 赶他们回中国 所以这两头 驱破 使得这一部分人 简直是生死无路了 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这样 我觉得 真是一个罕见的 历史上没有这种情况的 所以这位大使 我想他们 当然现在是和这个中国政府 他们现在 实际上他们也知道 俄国政府 实行的政策 就是说 俄国政府也好 中国政府也好 在中国关系上 双方之间都是 采取的是一种 做一套 说一套 对 中国之间的关系 怎么怎么 我们要战略 火爆关系 实际上都是在背后下刀 那问题在 你自己国家的侨民 你背后下刀好了 俄国人驱赶 中国人 这是事实 你用那个数字 有些人说的 报的数字不准 就能否定这个是什么 大概这么多人感受到了 就是说俄国人 要驱破中国人 甚至不是说是 带病的中国人 所有的 他们看见是像中国人样子 我看见很多报道 都在把他们要 把他们赶回国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人被迫 必须要回国 而且 你不管 美国人 你说刚刚开始 中国武汉封城了以后 然后从中国撤侨 没有说是定一个 生病的美国人 不许回来 没有生病的才能回来 没有任何一个 两边做很多测试 是可以的 在口岸出城 出登飞机的时候 测试 到下个海关的时候 测试 然后隔离 这些都是无可扣非的 但是你得对待你自己的公民 他自己回自己国家的权利 这个权利 你给他挡死了 剥夺了 这个是没有见到过的 我觉得这是太过分了 他们现在当然是要 急需俄罗斯 在现在中共 现在我们待会会讲到 现在中共的全部中心 所有的心态 都是要防止 其他的国家 特别是大部分西方国家 要和中国怎么样 就是追责的问题 脱钩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 这个时间 他虽然对俄罗斯恨得 痒痒的 但是还是 宁肯牺牲自己的公民 也要讨好俄罗斯的关系 这个东西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回国的问题上 他们中间没有办法了 起了冲突了 在这边 把中国的公民 就晾在这个边境口 这个事情是太过分了 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 必须让自己的公民回来 一并回来 就回到自己的国家 一并好了 是啊 我刚才就说这个 我觉得是 这个是已经超出了 基本外交关系的 基本国家的 对自己公民的传统 只不过他可能和 新朝的传统某些接轨 就是说 令政友邦 物与卢才 就是说 对自己的国民 是他们从来眼中 没有什么 批名 就是 一分钱都不值 老百姓的 这个基本的权利 他们的基本的权利 他们基本的利益 在中共的脑中 我觉得是 这个分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他们整天考虑的是 自己这个政权的 怎么稳固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次 我都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这样一个 对自己国民采取这样一个手段的 那个国家政权 我不知道该怎么 他这个政权已经没有 他失去了天命了 没有存在的合法性 你看这次是 就是说 我在介绍 我们再看看这个中共方面 这个对于习近平和普京的前两天 通过电话 应该说和这个关系 和这个事件都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对 因为是双方的关系 一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现在 从习近平所强调的这几点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一个呢 他说到这个 希望啊 就是说 感谢俄方 为在俄的中国公民所做的积极工作 然后说 相信俄方会一如既往的 为中国公民在俄的这个正常生活呀 工作提供保障 同时呢 强调 将疫情政治化 标签化 不利于国际合作 中俄应 携手合作 这表明明显 他就认为 已经是表达了一种不满的情绪 而且呢 普京的回答呢 也是这个 没有几句话 那么就是说 发生以来 两国怎么始终团结合作 相互支持 体现了什么高水平 战略性啊 那么 恰恰的 他是在这个所谓 这个现状病毒源头的问题上呢 给了这个习近平呢 一定的支持 我相信呢 这也是 习近平呢 这个 亚巴痴黄连又会说不出的原因啊 因为他在这问题上也的确 俄罗斯可以一定的 基于这个支持呢 对他来说 现在是很重要的 这种追责也好 这种病头 病毒的这个源头 这种追责啊 这个追究啊 这种调查 我们现在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下一步的这种 所谓追责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管这个追责 从法律的这种 实际的重变 可行不可行 但是他是一个 人心的向背 是一个国际的这种 民意的这种反应 所以说这一点 对于他来说也是 完全难以这个承受的 或者说是 非常紧张 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呢 我也想请了 这个在场的 我们的现场的网友啊 来发表自己的看法 很多网友应该说 也都在这个在国内 也在这个海外的 我们看看这个 网友对这个话题 有什么样的一种看法 或者说有自己 有没有 有人有亲身经历的 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意图为快 那么有发言的这个网友呢 请举手啊 那么然后呢 我们看看 如果说呢 当然我们这个之前的话题 这话题都可以随时插进来 都可以说啊 不一定 就说现在只说这个话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先进行到下一个题目 我们先进行到下一个题目 那么我们就说到的 据说现在 你要注意到 俄罗斯虽然是最近几天 我要鼓励中 最近几天好像口头上 对中国的这个 所谓源头的问题 口头上说了几句支持的话 但是实际上 俄国是从官方的消息 是最早 就官方的信息员 和官方的研究机构 说这个病毒是人工合成的 这是不是人工合成的 是合成的 是组成的 而不是说天然演化的 这是俄国最先就说的这个话 俄国的有些媒体 专门谈到这点 我们要追查这个源头 究竟是怎么样 这个一开始 所谓的阴谋论 我们好好地梳理一下 这个时间线呢 可以看到 一开始实际上阴谋论 是从俄罗斯出来的 俄罗斯出来 他当时说到的是什么呢 他当然说的是 这个是美国人合成的 而且呢 是从这个德克里克堡 这个马里兰 这个德克里克堡 这个这样出来 等等 那么这都是一开始 我们可以查 我们查找这个相关的资料 我们可以看看 那么这个时间线 的确是这样出来 这个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 日本的说法 日本认为呢 也是从美国出来 那么这两个 最早 就是最早的 林某论 就是从这开始 然后又说到了什么 有些中国人认为 那是从这个 实际上一开始 是中国人认为呢 是从武汉的P4研究 这个病毒所出来的 这并不是 国外的人 下架是 很多这个 甚至 这就是蓬佩奥国务卿 前天说的嘛 就是你中国开始也认为 也怀疑有这个 是不是泄露出来 从这个武汉出来 这个P4病毒所出来的 对吧 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 德克里克堡呢 一个是俄罗斯指出来的 再一个美国也有人认为 也有这个可能性 从德克里克堡 那么这都是一开始 都是各自怀疑自己 现在是进行这个交叉 就是说 这个赵立坚呢 实际上是炒这个冷饭 他这个 他当时说这个时候 就已经是冷饭了 这个阴谋论早都出来了 那么现在有这个张先生 又来发言 张先生请讲 张瑞胜 能听见吗 能听的 我说张汉辉说的话 那个说的话是不对 有一部分是对 一部分是错的 因为我在水 就是现在疫情 尤其这个俄罗斯口岸 疫情 现在出现非常重大的疫情 疫情在随便和 现在那么已经方舱院了 现在黑龙江 那个省 如果出入黑龙江省 现在如果到吉林 就是出黑龙江省以后 东北就是已经进行隔离了 因为现在就是由于一个 从美国回到黑龙江的 传了 今天已经传了50个病例了吧 一个22岁的一个研究生吧 一个女研究生 已经50个病例了 再加上当时苏元和 你知道 随便和和 就是属于那个蒙东 内蒙古东部 就是呼伦贝尔这一带 他在那个口岸 在随便和口岸以后 他的医疗的水平很差 现在刚刚就是各个地方 陆续已经支援到那去了 就是现在确实给当地 就是整个这个 新南河口啊 就是造成很大的困扰 就是现在 因为当时开始出现 大批量的那个 那个症患者的时候 已经就是根本 他没 当地没有那么长的医疗 医疗能力 我认为就是 他说是把这病毒输入 常常说的是错的 但是说 当时好多人回来以后 说是俄罗斯不让呆 我这一点 我是吃 吃这个某些 不同的态度 某种程度上 我个人啊 我对俄罗斯 我一个几个朋友 最起码就是 习近平跟俄罗斯 跟普京关系好了以后 我的好多朋友 开始做俄罗斯很多生意了 就是原来基本上 中国就好多行业 中国都不屑去做 是开始到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 目前的俄罗斯的经济水平 跟中国是没法比的 现在俄罗斯的GDP 已经轮到第十几个 十二三四了 几乎达不到一个广东省了 达不到一个都不如广东省的水平高 换句话说整个俄罗斯 一个国家都不如广东省 某种人不是说 互相依赖 在经济上俄罗斯确实需要 一个经济登场点 否则俄罗斯 他根本没有 就是没有钱打仗 他实力再强的话 他对 他对 他陆续 换句话说 陆续退出 超级过去的苏联那种实力 陆续 没钱 你啥都不好使 就这么说吧 他说 没钱 你打 是不行的 所以就说 我对张亚会说的话 是不对的 就是什么输入病毒 叫的怎么着 但是他好像针对的 已经话说的 不对 就说俄罗斯人 就说 回国以后 他说俄罗斯不让我们呆了 基本上在那边 做生意的人 就我了解 我好几个朋友 都在做俄罗斯的生意 做啥生意 做水泥行业的生意 还是做的不错的 总的来说 俄罗斯现在 比原来中俄之间的 老百姓民间 要比较过去 要比过去要好一些 但是现在 中美之间的民间 我认为 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其实原来 中国民间 对美国的好感率 是很高的 虽然美国霸权 但是 但是中国老百姓 对美国这个国家 就是觉得 觉得这个世界上 应该有这个 有这个美国 就是 普遍积极是 普通老百姓 也对美国 并没有什么反感 有点说 即使就是 底层的 就是美国有什么 坏 或者怎么着 对美国好感度 但是中国 现在民间的好感度 对美国的好感度 确实低于俄罗斯 其实当时 当年中国 对俄罗斯的好感度 根本没有什么好感度 但是现在 就是 现在就中国 俄罗斯 是一样是 很有 这个历史的教训 等等 虽然说和老百姓 但是老百姓 就是分身帝国的一种 对俄罗斯一种不信任 是吧 对 而且中国的老百姓 希望跟美国打交道 你知道吧 所以说现在美国 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希望跟美国 你可以说留学 某种程度上 中国不是歧视民族 不是说是 种族歧视 其实中国好多人 骨子里头 是不太强的 俄罗斯的民族的 就是说觉得他们敏感 但是文化就是 从觉得 换句话说 那个 那个汉民族 其实里头还是比较 说是 对美国 认为 是比较尊重美国人 认为美国的长大 骨子里头 是不太强的 俄罗斯的 骨子里 这就是 中国大部分 对骨子里 换句话说 美国其实 美国人来 从我来说 灭成 就是毛子 对 所以说 现在就是 当时确实 造成孙元俄 所以说 现在黑龙江 疫情非常严重 造成黑龙江 和蒙东一带 就那蒙古东部 这一带 确实给内地 就是如果从东北 再往扩散 那么就相当于杀回来了 这病毒如果说 相当于又付出 同样武汉那种代价 现在基本上把黑龙江 黑龙江已经 就是对黑龙江 已经没办法 对黑龙江开始 又开始控制了 现在基本上是 黑龙江到吉林 就挨着这两城 到吉林要隔离14天 是 我谢谢你 谢谢张先生 这个提供的情况 我这时候 你看到的一些情况 我相信也是事实 我相信你们 但是我们也听到了 很多就是关于 俄罗斯那边 驱赶中国人回国的 这个是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你这个事出来之后 你应该是敞开胸怀 先那再说 你不能说什么 砸什么锅 砸谁的锅了 所以还应该采取人家的办法 自己的国民嘛 你这个国家不保护 人生什么主权国家 说实在今天 他应该采取人家的办法 本来我是不想说这么 不想说这么 但是我确实看到这个话题 真的让人感觉到很寒心 确实很生气的 什么叫砸锅了 这个时候 这个百姓 你这个所谓什么 什么外交未明 什么这种 什么这种 领事服务要跟上 等等 这都是你 和我声声说的 你什么关键时候 你都不算数了 砸锅了 这次啊 这次我 你比较尊重美国 这一点 我还是尊重美国 美国做的非常 对自己的 对自己的公民 是这次是非常 一点 但是我其实对这个 对这次 就是俄罗斯说的 这个做法 其实就跟 你看了台湾民进党 台湾民进党 这次在武汉 留那帮治留那帮人 有点跟他一样 有点做的 有点过 我认为无论怎么着 我接回去 如果你有一定的准备 这么长时间 赶快接回去 该隔离隔离 该这聊这聊 你进来 对 其实这次台湾 现在武汉 有一波人 最后这一波 当武汉 待了好几个月 你知道这批人吧 一次包击 二次包击 三次包击 对 这次我认为 做的也不对 你看我们的这个 我认为美国 嗯 你说 我认为美国 做的最漂亮的 对在 就是在 对在 在球球球啊 在球球球啊 动员大家赶紧回来呀 嗯 你这说 从日本那个公主号 当时日本的公主号 人家美国都得 都已经确诊了 人家给拉回去了 川普最后说 你别拉回来呀 没经过川普 人家给拉回去了 你还记得这件事吗 那是 川普是有点不高兴 没经过他提出 那么我们看到 现在 赛场的这个 网友观众也有留言啊 比如说这个 呃 家家呢 就说呢 要讨好 额爹也没这么做 这么蠢的 嗯 这么公开说的 嗯 那么 这个 还有网友说的 哈哈都是打了假 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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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疫苗 狂 狂拳疫苗的这个狼 啊 还有呢 认为是群情激愤 那么 认为呢 还有这个网友说呢 这个 这个张汉辉的行为和语言 超出了人类范畴 理解不了 同时认为呢 最后肯定又甩锅给美国 又是美国挑拨了一件的 这等等 现在呢 就是说 就认为啊 还有说是个脑残啊 等等 那就不说了 这个应该说 这个事情完全是惹得中怒的 陈先生 这个我想 这个事情已经是非常恶心的 我觉得 这个张大使 这个 我想 我不知道 中共看到这些事情以后 现在是不是有所改选 文章的问题 不能令人容忍 就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 当然 也有人对刚才这位张先生的说法 就是说 提出了一问 说既然俄罗斯现在实力这么差 为什么中国政府 面对俄罗斯还这么怂 这当然 这从这个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呢 这当然不能那么算账了 俄罗斯再怎么样 它是一个 这种核武大国也是一个 某种程度上说还是这个 所谓这种俗话说是 瘦死骆驼比马大嘛 他当时留下的这 前苏联留下的这份 这个 一个是服务员 再一个就是说实在就是他这个武器库 这两个应该说是他的这个支撑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从经济层面来说 也的确包括现在科技层面来讲 除了个别这个军工的这种尖端的技术可能还有一些之外 应该说基本上已经是 已经是在这个主流之外了 他根本就已经不是这个跟不跟上潮流的问题 也的确这个刚才张先生说的应该是是对的 就说一个他没钱 再一个呢 也的确没有什么 现在主要就是靠卖能源嘛 说白了就是卖能源嘛 卖原材料嘛 那么这个他还再就卖点军火 仅此而已 那么你不 当然不能小看他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高看这个俄罗斯 那么而且现在呢 应该说 还有这个美俄在走近的这个因素呢 也是让习近平感到很紧张的 当然这个话题我们要展开谈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包括这个蓬佩奥的 前不就刚刚访问这个俄罗斯等等和俄罗斯的这种 也都有一种相互走近的这种愿望 那么这对中共来说 这是最担心最害怕看到的一个场景 就是美俄走近 那对于中国来说 所以说现在呢 俄罗斯玩的实际上就是过去的中国的那张牌 在两个大国之间呢 游刃有余 跟我的人家好像还都有求于他 实际上他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局 那么现在呢 就是当年 现在我们这个网友石先生 石先生请讲 石先生 好 听到吗 听到 请讲 好好好 听大家讨论这么好 安华先生好 那个陈奎特博士好 其实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的排华 对吧 其实也是华人也是很悲惨的 那些华人呢 实际上基本都已经入了集了 这奎特博士应该很清楚啊 对对对 入了集之后 但是以印尼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期 无数次的排华 那个时候中国呢 极贫极弱 都能接收大批的华侨 回到祖国来 对 在海南省的兴隆镇 就万宁县的兴隆镇 搞了好多个 农场 华侨农场 咖啡的生产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 安置了很多 包括把华侨的分配到全国 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都接收相应数量的这个分配 分配相应数量的接收华侨 都安置了 甚至包括边远的新疆 甘肃 宁夏 都有 清海 安排的都还可以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啥 那个时候 极贫极弱都能 咬着牙 都能接收 尽管那时候 这个陈毅当时 作为外长 也曾说过一些 就说要求当地的华侨 尊重当地的法律 不要违反当地法律 等等 劝接这些华侨 不要回来 但是印尼的排华特别狠 因为是屠杀了很多华人 就是华人 这些华人实际上 都已经在那 生活了几代人了 就那样的情况下 都能接受 我就不知道 今天中国成为世界 这个第二经济体了 居然能做出 这样的事情来 我想给全中国人 没有一个人 会能忍得住 这样的愤怒 刚才作为主持人 安华先生 都有点忍不住了 要说点啥 这样的事情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这是一个莫大的武器 这么强大的国家 在那吹了半天 牛说厉害了我的国 到头来却不能够接收 就这么几十万人 我真的不能理解 因为我看到这条 我也非常地忽略 他这个 但是分不有 我想 我同意刚才实际上说的 对 当时基本上 中国都接受了 很多华侨回来 在其他国家 在排华浪潮下 没法生活下去 实际上这些人 在几代人 在那个地方生活 而且都是 那些地方的 经济生命线的所在 也就是说 他们在那里都是 经济上是相当成功的 八家支付啊等等 在印尼也好 在其他国家也好 越南也好 在很多国家 他华人都是在当地 还是算是比较富的 就是说基本上是 有些国家 甚至掌握了 某种经济命脉 但是当时 由于政治的原因 排华以后 中国当时还 还接受他们回来 现在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 大家都觉得 中国这么大个经济 你为什么 这真不好理解 其实很简单 现在中国 最怕的时候到了 就是说 全世界 开始要问责追责 要全中国外交孤立 下一个阶段 我不说 现在 现在已经开始了 在萌扬了 下一个阶段 中国面临着 巨大的外交孤立 所以他必须要拉近 尽管不要 一个人个全部都跑了 实际上大家知道 俄罗斯是首属两端的 他对美国 对西方世界 会对中国 他都在两边吃糖的 而且现在的总的 俄罗斯前不久 不是总理 已经下台了 换内国 强化 两国都不多说 但是大家以后注意看 俄罗斯 他的偏向 他的长远的偏向 是一定是向西方靠的 俄罗斯自我认定 他是欧洲国家 他实际上 我们说中国人 瞧不起俄国 俄国人 或者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人同样 瞧不起中国人 互相实际上底下 是非常的 隐私的 俄罗斯认为 你是欧洲 主要的文明体的人 等等等等 我们这个不说了 总之说 中国现在 尤其是中共政权 现在面临着一个 全球孤立的危险 这个全球孤立的危险 不是说是还有很远 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所以说他现在拼命的 像这种非常非理性的 排挤自己国家侨民的 要讨好俄罗斯的 这种做法的做出来 他是已经是 内心的外交恐惧造成的 这点我要请大家看出 谢谢 西西对陈先生说 严重同意 陈博士的话 还有就是说 俄罗斯的气候条件 非常适合病毒传播 因为的确天气比较冷 所以目前的这个疫情 的确也是增长的幅度 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也是导致的 在俄的中国的国民 因为是公民 大多都是公民 他也没有什么移民 一说 没有什么入籍一说 所以就说 引起大家这种恐慌 所以就往国内跑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 应该是敞开胸怀才是 应该这个时候 咱们就说俗话说 就是说会 你长了权也会用权 你做人也会做人 那么这个时候你敞开胸怀 这是一个多么 可以说是 好的 你比如说所谓这种 对外宣传也好 就算从这个角度出发 也都是很划算的 你为什么连这个账都不会算呢 真的不知道 就中共这些官员 现在都是做什么吃的 这真的是那种 像陈先生你经常说到这个 很愚蠢 对吧 是 而且他这个 这样讨好俄罗斯 在去讲目前这段过关 但是长远来看 他也达不到这个 新政的外交上的梦想 是啊 实际上是最最终是这个两头路 你想在这个时候 实际上最关键的就是说 中国的这种所谓这个外交啊 他的这个基石实际上就是对美外交 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 还有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 网友乘风破浪 主持人好 奎德博士好 大家还记得前两年 创造票房价值的那个 电影《战狼2》吧 这里都不是就说有一个 中国的护照可能你不能去到哪儿 但是可以在任何地方给你带回祖国 这一次这次疫情爆发以后 中国外交部的所作所为 就彻底戳穿了他这个谎言 好了谢谢 对对 说得好 好的 那么刚才这位网友说的非常好 的确 谎言被戳穿了 那么还有还有网友啊 林森发言 对啊 感谢给我这个机会 我觉得其实中国现在 他应该是有一个迫在没结的一个压力啊 就是国际西方社会主要就是 所以说呢 他一定要抓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这个帮助啊 就是俄罗斯当然是 是他唯一能够争取的力量 唯一能够 所以说呢 无论如何他都要 就说是怎么说呢 就是 无论如何 无论做什么 他都要维护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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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线 这就是他唯一生存的机会有可能是因为 以后万一的追责 苏联投一票那很重要的 是这名人都看到了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也不用 责怪就是说是中国人 呃 怎么样 因为这个就是他唯一的一条生路吧 所以说我觉得很容易理解 他 他 呃 就说是 对俄国就说是有点 你说卑躬 区隙也好 你说这个 怎么样也好 但是对他的 对对国民的话呢 因为他是 他是这个俄罗斯人嘛 就是说 所以说呢他 确实发言是有点 我觉得有一点点过了 但是呢 也在 预料之中 因为他 他 肯定就是不鼓励 不鼓励你回来 但因为我估计这些俄罗斯人 就是那些人就是属于移民 你像六十年代的那个时候吧 就是他让他们回来啊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那个那个时候他们 最少还没有得病 这次呢 有得病 因此的话呢 他的这个态度的话呢 就是说是 肯定是 没有办法 他的态度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是 可以理解 就是说你要从他 最根本的 因为他马上就要打仗 他也属于战时状态的 那种思考 这是我想说的 就是所以说 谴责当然是应该的 因为毕竟那是中国公民 你应该让他回来 这个我完全得理解 但是呢 我想 就是因为 前面第一个原因 所以说呢 他一定 就说是要 要摆着一个架势 就说至少是不鼓励 这个完全 我有点不理解 就说你和 对 你有求于他 现在需要这个 这个俄罗斯那一票 或者说怎么样 但是这个和我接受国民 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吗 那个 他不要 他也不要 但是我得要呀 那就是 那就是说明 这些 你知道有一些战狼呢 或者有一些外交官呢 他就是 有点进水 就是说 我得说可以理解 但是说我并不是说 我会支持他 我想说的就是 他们这些战狼呢 现在就是说 不知道帮什么忙 就是说 但是他唯一能说的就是 就是劝阻那人 不要回来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但是 至于说 人道上要不要接受 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 你的说法 都是对的 只是说是 他们这些 这些外交官呢 就是脑子里面 他从来就 对这些国民来讲 他从来都没有说是 他的权力 是在他 不需要这些人 回来或不回来的 所以说 他就 他不是说 中国的那些 就是中国人 就是说都不是公民社会 所以说 他的理解思路啊 完全是另外一种思路 就是等于是说 他说是我想让你来 你来 就是来之 就是挥之之来吧 就是说是 而不是说是 美国的人是公民社会 就是公民呢 你政府官员 如果是 就是说不让他们回来的话 是一种 是一种 就是 也就是说 理念上是 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你是要获得 他们的选票啊 在中国没有选票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 你要是 我觉得我们大家要知道的话呢 你可以理解 他为什么说这句话 他这句话 就等于说 哎呀 最好不要给国家添乱 就是说是 当然他说的这个话的话呢 就是说是 这次有点 犯重怒 但是你也可以理解这个原因 就是说 你这个国家 本来就是这么思考的嘛 所以说我觉得 也许啊 就是说我只是说 也许我觉得 不需要大金小怪 只是说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国家就是 和别人不一样的国家嘛 对吧 所以说 当然我很同意你的 你的那个 就是说是 这种 对同胞的这种关爱 我特别特别的 就说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他们呼吁 但是呢 我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中国就是这种国家 就是说 所以说呢 一点也不意外 我一点也不意外 您是在国内是吧 我是在国外 我是在国外 我只是说 我只是想说的就是 在国外 我们肯定是看不惯 但是在国内呢 很多人都 都不管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政府的事情 或者是 这个政府和无关 我的意思是说 在国内的人 就是国内的那些官员 他们真的 国内的那个 那个地域 不会觉得 这个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在国外 我们知道 美国是一个 公民社会 是一个那个什么社会 所以说 你对国外的那些 国外的人都是 关爱自己的国民 要回国了 怎么样的 就是说是 但是在 还有网友 网友777 在线上 请发言 您好 安先生好 陈博士好 我就是刚才那个 说严重同意陈博士的 那个人 既然安先生 点了我了 那我就出来 说一下我的想法 就是刚才陈博士说的 这个就是说 俄国最终 一定他会倾向于西方的 这一点我特别懂 就是说 因为实际上 就是当然跟这一次疫情 并没有什么关系了 就是从 看以前俄罗斯的一些行动 比如他对周边国家 像什么格鲁吉亚 乌克兰什么 采取这些行动的话 能够看出来 就是他的这些行动 都是要么是 就是普京个人的一种 他的一种情怀 或者说是俄罗斯的 这种国家的这种利益 他跟西方的核心利益 并不发生正面冲突 他不像中国 中国是要 是要尝试去影响 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 而俄罗斯并没有 他 我认为俄罗斯更多的 只是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下 就是苟权他普京的 那个小的独立王国 所以说 在 他如果不跟中共捆绑的态死的话 很多事情 他的成本 他将来的一些 做的一些事情 他的成本 会比较低 或者即使激怒了西方 也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缓解 但他如果跟中共捆绑起来的话 就是 他原本不想去挑战西方核心利益的东西 他都会背上这么一个锅 你跟中共一块的挑战西方的利益 那这个事情 我想是不符合普京也好 还是俄罗斯也好 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所以 就是中共很可悲 就这样 他的大使这么跪舔俄国 我相信最后俄国也仍然不会为他背书的 就说这么说 这位大使应该是说实在的 引旧辞职 这个甚至是应该是 官方应该主动把他作为一个 这个 你说替罪羊也好 怎么样 应该把他 嗯 进行惩处 我觉得这才是应有之意 现在还有这个网友 这个张先生又来 在线上 我们请他说两句 感谢我们网友 谢谢你 这一点我倒不同意的沉默 就是说俄罗斯跟欧洲 俄罗斯无论是跟欧洲和美国和西方和中国 俄罗斯永远不会就是那么大的一个疆域 虽然现在他的GDP很低 就是落到十几分开外 但是俄罗斯这个民族 他是根本不可能说是 他一定是会走平衡路线的 他不可能或甚至我认为 中俄之间的关系远远落后于中德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的概念啊 我认为中国跟德国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的概念 中俄的关系现在就是中俄的关系远远不如中德的关系 就是对我的概念啊 这是我认为 第二就是俄罗斯永远不干预 他成为就是说当年的超级超级两家啊 他最起码希望自己能进入前五 他毕竟在五大常任理事国 但是他的经济 我估计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可能都落后于韩国了吧 十二十三名 对吧 十三名了 对 所以说他是不干预这个情况的 但是俄罗斯是 俄罗斯出了石油的话 就是他有这么高科技 如果西方会对他放松的话 俄罗斯还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发展前景啊 他必定有一定的高科技的基础 现在是在西方最大捆手捆脚 才造成他目前发展有那个 有缩手缩脚 如果对他就说是那个放开的话 俄罗斯还是因为他有高科技的一业基础 还是很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他绝不会欺负于什么美国了 美国了什么欧洲 甚至欧盟了 中国 他绝对要是跟欧盟 他肯定要成为一个 跟欧盟 跟中国 跟美国 达到一个四大一个存在的一个势力 因为印度都想进入这个角色 我认为俄罗斯如果 如果是给他放开手脚 他还是 虽然现在不行 他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发展前景的 他不会这一点 这一点你太小看了俄罗斯人了 我想简单解释两句 我们大家都没有小看俄罗斯 请陈博士发言 我们大家都没有小看俄罗斯 俄罗斯这个民族还是非常骄傲的一个民族 但是我想认定一点就是 他自我认定 就是说他的基本精英阶层 统治阶层 自我认定是欧洲 欧洲国家 而不是亚洲国家 一个他当初来欧亚之间了 他横跨欧亚大陆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 我刚刚最近在我的杂志 就是中央中国上发表一篇 普京内部的讲话 前一段时间内部 在中国 基本上是可靠的 就是 他的讲话 简单的意思说 我想很多 刚才朋友都说的 有些东西我都同意 有些东西我们修正一下 就是说普京从 他说俄国的长远方针 要记住 我们绝对不是反西 从长远来看 我们不是反西多方的 就是说我们和西方国家 是有些国家利益冲突 这个是对的 是有 而我们有时候支持中国 是让中国和俄罗斯去 动策的 我们是和中国有根本上的区别 我们是认同这个 基本的现代的世界秩序的 就是说中国是 他说我们和中国是不同的 简单的说两句话 我们和西方是有 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就是正常的 历史上所有的国家 民族国家之间的 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但是我们和中国之间 是根本不同的 因为中国是另外一种 意识形态的图局 我们已经放弃了 我们已经完全否定 那个意识形态的统治 所以说我们的国家 从长远来看 和中国是完全对立的 如果中国还是 共产党执政的话 他那个意思简单 这是普京说的话 和他的外长说的话 都是内部说的话 都是基本的意思 都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从长远来看 他还是要修好 和西方和美国的关系 他正在主要这样做 但是他受到了 欧洲势力的列强 因为欧洲和俄国 有长期的国家利益冲突 特别是老俄国 也是这样 苏联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欧洲 对俄国的警惕 等同于或者 甚至有时候 大于对中国的警惕 但是美国 和基本上的 整个的西方共同体 还是现在把中国 立为第一号对手 第一号对手 除了是中国 长成这么大的经济体以外 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变化 大家一定要记住 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已经真正的是 把中国向共产党国家 倒退 本来中国在慢慢 剖离这个共产主义观 现在中国是越来越 共产主义化 所以这是 欧国不能认同中国 西方更不能认同中国的 很重要的原因 这一点和江振明 和邓小平 江振明 他这些都有相当重要的不同 而这个不同 和目前中国的外交孤立 有重要的关系 大家不要看 我们大家不要谈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化 但是这一点是 现在是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 中国这他现在就是 不适合世界基本秩序的 最重要的一个钉子 最后的一颗钉子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俄国也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俄国他出于国家利益 他现在他要加深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 加深中国和其他世界的矛盾 他也相信中国 如果还是共产党统治 是改不过来的 所以他就在这个空穴中间 他就可以慢慢地松口 走口气 逐渐地 把自己国家发展起来 像彼得大帝一样 或者怎么样 和西方主流 慢慢地比较融合 当然是乌克兰的问题 克里米亚的问题 伤到了西方 所以说受到了制裁 但是他现在慢慢在消化 这个制裁 对我 这个地方 是 我便 你有